第14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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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 夜晨不过是个矛头小子 只会是点下三滥的计谋而已 如若自己出马 一分钟都不用 就能轻易斩杀 夜晨眸子一凝 杀鸡释放开来 你算什么东西 该跪下的应该是你 下一秒 夜晨一步踏出 宴会厅好像传来了一道地震 他毫不犹豫地一拳砸下 杀机爆发 对于夜晨 老者也不敢掉以轻心 身躯向着后面退去 然后同样一拳砸了过去 这一拳猪不及防 砰 两拳就这样接触在了一起 老者嘴角 露出了一抹狠利的笑容 小杂嘴 忘了告诉你 我一生只修炼拳技 和我对拳的人都死了 他仿佛已经看见夜晨的手腕折断 全身血肉爆发开来 必死之局 狂暴的能量不断碰撞 甚至有尖锐的声音传来 夜晨倒是对老者高看了几分 单单这一拳所凝聚的力量 竟然比唐傲还要强 不光如此 权益之中竟然带着一股炽热之感 但是可惜 夜晨背后站着一位 全杀宗的顶级强者 罗云天 全杀宗 以权入道 以杀杀人 论权法论力量 论杀气 谁人敢敌 夜晨嘴角勾勒起一道冷笑 感受着双臂所蕴含的力量 脸庞变得有些猙獰 和你对权的人都死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碰见我而已 破 瞬间仿佛实质一般 空气中爆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声 恍若猛虎下山 夜晨的双拳好像手握一团滔天煞气 这煞气冲破一切 穿透了老者的右拳 咔嚓一声 老者的右手竟然直接断裂 他原本那高傲的眸子 此刻只剩下忌惮和恐惧 刚才一瞬间 他感觉到自己 好像面对的是一座巨山 无法跨越的巨山 只要对方想 他必死无疑 老者的身子被轰飞了 无比霸道的轰飞 他的身躯狠狠的撞在宴会厅的大屏幕之上 屏幕碎裂 剪起一道接着一道的火星 不过老者很快就站了起来 眸子露出来一丝忌惮 他根本想不到 此子的实力如此诡异呀 关键对方的气息和力量 都和他接触的那些强者不一样 不再犹豫 老者拿出一个手机 直接按下了一个键 刚刚按下一道黑影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锋刃射出 他的手机冒起了火星 彻底报废 同时一掌急速向着他的脸颊落下 一巴掌直接抽在了老者的脸上 老者直接摔了出去 嘴角溢出了鲜血 当清醒过来 老者几乎要疯了 耻辱 难以形容的耻辱 谁能想到居然还有人敢删自己 关键这一巴掌 直接把他的尊严无情践踏呀 下一刻老者猛地起身 手中出现了一把短剑 短剑撕裂空气 带着死亡的气息 给我死 给我死 老者此刻就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 一剑剑劈下 周围的空气和磁场狂暴开来 每一剑都有着一股极强的力量 在空气中震荡 叶辰手中出现了斩龙剑 毫不犹豫一剑隔空劈下 一道赤红的剑芒仿佛穿透一切 老者手中的剑断了 彻彻底底的断了 不光如此 老者的胸口竟然出现了一道血痕 鲜血不断渗出 叶辰 老者一声怒吼 连忙捂住胸口的鲜血 他眼眸里有着无尽的憋屈 他恨不得吸干叶辰身上的鲜血 但是此刻的他没有资格 斩龙剑落下带起漫天尘土 眼看剑意就要落下 一道黑影竟然破开了大门 急速掠来 挡在了老者的面前 同时手臂轻轻一挥 风停了 叶辰的一击居然消失了 轻而易举的消失了 叶辰的眼眸闪过一道意外 死死的盯着老者面前的那个男人 男人的手臂上还带着几条血痕 凝结着血架 可见他之前才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叶辰甚至能够感受到 他体内的那一股狂野气息 对方很强 单单身上的气息 论修炼境界而言 至少比自己高了两个小境界 这难道是华夏宗师榜的 前百位强者之一 老者看到男人的出现 长须一口气 连忙道 方宗师 谢谢救命之恩 男子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人 才对叶辰道 蝼蚁 长着自己的修为 竟然不知死活 今天 我方忠信就成全你 雨落 一拳竟然凝聚成虚影 迎面扑来 叶辰不敢怠慢 手中的斩龙剑一转 凌冽的剑翼 破开了那道力量 两股能量相交 叶辰猛地退后了六步 而方忠信则退后了三步 一招之下 叶辰竟然产生了一丝烈势 方忠信眼眸也出现了一丝意外 他的嘴角出现一抹笑意 能在我胡笑泉中不倒地的 你是第九个 如果再给你十年的休午时间 或许你能超越我也说不定 但是可惜你得罪了我 你根本活不过十年 今日必死 冰冷的杀机锁定了叶辰 方忠信刚想动手 砰的一声枪响 震颤了整个宴会厅 剑拔弩张的气氛突然停滞 方忠信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视线落向了大门的方向 只见十几人涌入了进来 为首的两人 正是雷树伟和英晴 雷树伟看了一眼 叶辰和方忠信 眸子有些沉重 方忠信收起了身上的气势 冷眸扫了一眼雷树伟 质问道 雷树伟 你他妈这是什么意思 雷树伟虽然实力敌不过对方 但是丝毫没有弱势 一步跨出道 此事关乎你们 也关乎我们龙魂 方忠信一正 奇怪道 管你们什么屁事 雷树伟看了一眼 叶辰道 叶先生是我们的总教官 你说关不关我们的事情 听到这句话 方忠信和他身后的老者 都挣住了 他们死死地盯着叶辰 眼眸瞪大到了极点 这小子竟然是教官 还他妈不是一般的教官 总教官 两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方忠信眸子闪烁着一丝阴狠 对雷树伟道 你真的要保他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保他后果很严重 雷树伟没有说话 他看了一眼叶辰 发现后者眼眸很是淡然 淡然的背后是强大的自信 就好像自己不出现 方忠信也必死无疑 他不禁想到了 当初视频上的内容 他咬咬牙不再多想 一字一句道 华下有他 百战无据 今天任何人都别想动叶辰 方忠信死死地盯着雷树伟数秒 气得胸膛都要炸裂开来 为什么 真不知道雷树伟是怎么想的 他一挥一袖 对雷树伟呵斥道 雷树伟 你等着 我们走 说完 他就带着那些受伤的滑下强者 向着外面而去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 我有让你走吗 方忠信身躯僵硬 脚步突然停下 他猛地转过头 冰冷的眸子射向声音的源头 正是夜沉 自己都放过这小子了 这小子难道一心求死不成 雷树伟也是疯了 夜沉这时候是在搞什么鬼 叶先生 雷树伟刚想劝说 便看到夜沉做了个手势 显然是让他别说话 方忠信看着夜沉杀鸡释放 如果没有雷树伟 你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别得寸进尺 夜沉笑了笑道 既然这样 五天后 五道台 生死一战 你可愿意接受 这一战 仅仅你我 当然 如果你怂得像条狗 就当我没有说过 这也是夜沉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从刚才一击来看 方忠信比他高两个小境界 仅此而已 但如果这不是对方的真实实力 那就棘手了 他当然可以动用轮回墓地的力量 第二座墓碑的强者可以引动 但是用来对付这方忠信 实在是大财小用了 眼下 五天的时间 足以让他突破境界 到时候碾压方忠信 足够